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怎看 今天就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關於譚德智這個黑暴 終於被判了 判了要坐40個月 這件事一定會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今天說的這宗新聞是說黑暴 所以有很多說話都可以躺開心扉去說 直接說, 其實我覺得判得不夠重 另外, 法官也導破譚德智的最終目的 就是他根本就是想說中取寵 根本就是想在亂說話之後 就可以讓他進入立法會 去享受眾多的資源和權威 藉著這件事, 我們就會覺得判得不夠重 但是黃人就會覺得40個月都說很重 就算法官判四個月都好 他們都會說四個星期 到時又是四個星期 他們又會說, 四天都嫌多 黃人永遠都在雞蛋裡挑骨頭 明明40個月他已經撿到了 但是一味叫囂著, 繼續抹黑香港 就說,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了 香港玩完了, 香港說句話都不給 待會兒子就會去說這宗新聞之餘 亦都去和大家反駁一下 說香港沒有言論自由的那班人 本身就是說中極大話 而另外, 今天第二宗新聞 就會和大家輕輕地說一下 李家超他的團隊 在昨天成立了主席團和顧問團 究竟這些團成立的用意何在呢? 因為大家會留意到這個團 140人團裡面 裡面有一些人物是大家很在意的 例如說, 李皇瓜 大家都會知道, 李皇瓜有時候 2019年做了些什麼 他們又怎樣, 暗地裡又不知道怎樣 然後又賣了香港的資產 又在英國那裏 不知道又興建些什麼 然後現在又開始賣英國的資產 又打算回來香港 大家自自然然就會拋頭 為何一個立場好像搖擺不定的商人 都可以讓他們進入這個顧問團呢? 為何這個團裡面的人看上去 不是在我們印象中 百分百全部都是外國的 有些甚至乎他們的立場是很曖昧的 直到現在這一刻 究竟他們是愛外國的錢 還是愛中國呢? 大家都分辨不到 為何都會讓這些人進入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團裡面 如果不去理他們的顏色 和政治立場 和過往的一些言行的話 只是論他們的實力 和Cawley 140個人裡面 是每一個人都擁有絕對的力量的 即是他們在自己領域上面 一定是手屈一指的 有名望的人物來的 究竟為何這次這個團 就是以實力為主 背後又代表了什麼呢? 這些都是很值得和大家探討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快必件事 快必在2020年期間 多次在街站被指發表煽動言論 包括多次提及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的口號 被控多項發表煽動文字罪名 經過審判之後 裁定11項罪名成立 11項罪都是40個月 其實真的很便宜 還有這次這件案 是在區域法院做一個審判 所以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 在今天判刑時就說 快必的言論是為了嘩眾取寵 目的就是為了選入立法會 享受該收入權威和社會地位 反問這不是為了私利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判了40個月和罰5千 其實罰5千和沒有罰是差不多 我覺得是一個形式上的懲罰 即是五千說出街不戴口罩也五千 有什麼理由我不戴口罩的罰款 原來是跟譚德志說這麼多 原來都是五千 好像真的有點不平等 或者可能他說的言論 就不是說會危害到公眾的 物理上的一些財物損毀 所以在款項那裡就變得比較輕 跟大家說一下那十一項罪 究竟是包括什麼 包括一項是煽惑他人明知 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七項發表煽動文字罪 一項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 另外一項是舉行或召集未經批准的集結 最後一項是拒絕遵從或故意忽略授權人員 所作出的命令 那官都說了 阿譚的言行相當像市井之徒 阿譚在求情的時候 居然說自己是一個基督徒和傳道人 大家都會有很多的想法 那官都說了 完全看不到快必是包含那種所謂的真誠信念 寬恕和關容 形容他根本就是一個50歲的市井之徒 不斷在無邊謾罵 甚至乎在鎖咒他人 鎖咒他人的下一代 並且有一種非有積敵的抗爭概念 去看人和看事 如果快必真是一個基督徒的話 其實他就不應該去拿基督徒 甚至傳道人這個名字去幫他自己求情 因為作為一個基督徒 犯罪就應該更加要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 就不是說自己信耶穌就希望可以判輕一點 他做的行為 根本跟一個基督徒做的事情 根本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香港的基督教 有某些的確是相當扭曲的 特別是這些人都可以做傳道人 大家就想一下 給他傳道的人會怎樣 他就會洗腦跟你說 你現在陪我一起衝 其實上帝會祝福你 你不需要擔心自己有罪 就算地上判你有罪也好 天上的爸爸也會判你沒有罪 肯定有大量這些誤導人的詞語 去煽惑很多年輕人去衝動做錯事 因為據井仔所知 其實香港的教會 哪怕只是新蒲崗的一些基督教教會 其實很多都是黃到爆的 甚至乎他們會地下組織某些行動 在19年的時候去做 甚至乎延續到現在 你說會不會還有相關的行動呢 我覺得都是有的 基督教來說 他們會用一種宗教的形式 去令人沒有那種反思和內疚的能力 我不是說宗教會令人變成這樣 不過有些壞人 的確是利用基督教的宗教 或者一些教義的東西 經過他們人為的轉化 再去催眠下一代 例如跟他說 你現在做甚麼工作 你有辦法接觸到甚麼人的資料 你將資料不知道怎樣交給其他人 你可能覺得自己是犯了香港法例 但你不需要害怕 就算被人抓到 這些都是地上的控罪 天上的爸爸就不是這樣看你的哀哩巴 所以大家看到19年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很黃的基督徒出來 他們自以為自己是正義地站出來 做很多傷天害理的事 就是因為多得這些所謂傳道人 去講他們的理念 甚至他們想把八個字寫進聖經 所以求情的時候 你說自己是基督徒兼傳道人 這些不是求情理由 應該要判得更加重 而且這件事在區院判 其實最高都是七年 不能再高 所以為什麼我說快必 這次就是被人判輕了 因為七年 四十個月都是三年多些 都是距離最高的刑期 連一半都未夠 陳官也說快必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是否需要衝破和不顧道德底線 放棄原則淺踏品格 如果單純以鬥爛的話 其實就相當可悲 我在這裡也想回應一下陳官說的話 他們快必這些政治人物 如果他們不是靠去衝破和不顧道德底線的話 憑他們的料子 他們怎樣去做所謂的政治人物 他們不就是靠煽動情緒 天天在這裡奏罵 天天在這裡笑 天天在這裡叫人去參與自己的事情 他們才能紅得起 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那些所謂的反對派議員 他們誰有真材實料 可能有 但有很多人 他們明明是有真材實料 但他們就不去用自己的資料 不去用自己的思維去改變社會 相反 又是繼續去做一些 根本跟學歷沒有關係 大家在這裡爛鬥爛 大家在這裡抓一派 打一派的方法 大家在議會上搞事 大家在議會上找存在感 為了拘捕選票 為了去貪圖立法會議員的那份工資 繼續去做他們的發光發熱 這群人是很自私的 錢是他們一個人代 但他們為了去代那堆錢的背後 是犧牲著我們所有人的利益 快必被判了四十個月 三年多一點 但快必他自己 不用多一年之後 都已經可以出回來 因為他當時都已經坐了一大段時間 所以過多一兩年就應該可以出回來 這些人在19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為自己鋪路 即是看到 19年尾區議會 他們大勝特勝的時候 所以現在就繼續 即是當時在喊口號 希望去到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 到他們可以佔有一席 因為19年的時候 就算你無料 你是一個爛人 你是一個廢人 也好 不要緊的 只要你願意跟風去喊口號 喊得越大聲那個 錢、女人 全部都不會缺 甚至乎大家都見到 即是有很多 19年會玩的人 即是現在還在香港那些 已經開始轉口風 但又繼續在賺真銀 那些飛去外國那些 更加是變本加厲 喊著那八隻字賺錢 即是這些 就是屬於他們的財富密碼 有些黃人就說 哎呀四十個月似乎很重 在這裡跟大家糾正清楚的概念 如果是用國安法去起訴的話 就肯定不止三年那麼少 起碼是五年到六年左右 最少 還有雖然剛才都說了 好像一兩年之後就放出來 不過其實快必他壞的東西 就不止那麼少 他背後還有一宗初選案 所以理論上 在他一年多之後 也好 他依然都會被還押 還有去到現在 即是初選案究竟 最後是多少輪胎 這件事都未知 還有 又會不會去同期執行 那些數字怎麼算 都未清楚 不過大家唯一可以肯定的 就是有一大段的時間 都不會見到快必住 好了 在這裏就說一下黃人 他們又藉著這件事 又不停在這裏說 又說香港這件不能說 那件不能說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等等等等 有些老身常談的說話 在這裏說一句就算了 言論自由是不包括煽動和危害國家安全的 還有 如果香港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大家平時上網看片 就不會說看完井仔的影片之後 或者看完其他人的影片之後 居然那條建議影片 就是去介紹一些黑暴頻道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黑暴頻道 甚至乎Youtube也推給你 這些不是言論自由是什麼 對吧 我是覺得香港言論自由不僅有 甚至乎是太過自由 自由得過火 特別是那些香港現在黃扮藍在騙人的頻道 現在還是每天很多人訂閱的 又是照舊在這裏 如果香港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這些人一早被人拘捕了 怎麼會到現在還可以繼續被他們在玩黃扮藍 裝這個不知道 那樣不知道 打算剷一下自己的東西 就當算數的環節了 其實我看後台數據 我已經知道那個黃扮藍的網台 真的騙了很多人 因為Youtube後台裡面有個數據很有趣 那個數據就是會告訴我 其實看井仔的頻道的人裡面 有比較多的人會去看什麼頻道 當中會有巴士的布 和其他很出名的KOL 即正常的KOL 但是井仔裡面的List那裏 那裏是有10個的頻道 即是按著1 2 3 4 5 6 7 8 即是最多人看什麼頻道 這樣排下去 裡面基本上有9個是我們正常人 是藍色陣營的一些頻道 但裡面居然混了一個是黃扮藍的頻道 因為這個數據 所以井仔就知道 其實在香港直至現在 是真的還有很多人 去被他那種假裝中立的外表騙了 但其實這些就是 香港政府暫時還在縱容的言論自由 還有言論自由會不會說沒有呢 當然不是 大家想想 當香港政府抗疫不力的時候 大家作為受害者 那我都作為受害者的時候 我都會把自己的不滿 把自己看到的東西都會去罵 甚至乎其他的KOL 他們都有去罵 直到現在大家都沒有看到有人被捕 那這些就是言論自由 但是 快必那些擺明是叫人犯罪的 就是為了將來自己可以吃著饅頭 拿十幾萬月薪的 那這些人怎麼會不被捕呢 如果真的被這些人做到立法會議員 其實很恐怖 拉布這些事情 你不需要有六成人幫忙 可能一百多人裡面 有兩三個出來玩東西 拉布的話 其實整件事都可以拖累了 所有有利於民生的政策 都是全部審批不了的 還有 那些黃人是挺好笑的 經常在網上說沒有言論自由 不過跟大家理清楚一個邏輯問題 如果香港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其實他們根本是連這一句都說不出來 所以由他們可以說到這一句出來的時候 根本就已經是自打嘴巴 他們那些偶像 他們那些黃大台 黑暴大台 又是天天站出來在Youtube笑中國 又說上海人點點點 又說中國人點點 這些全部都是言論自由 甚至乎去到現在 天天就是透過抹黑中國 去笑上海 在亂說左說右說 那就是幫自己賺到盆滿盆滿 如果香港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還在香港那些黑暴一早被抓 哪會繼續讓他們在賺錢呢 或者那些反串 在香港沒有言論自由的那些網民 其實就是那些臥底 希望阿爺可以早點出手 把全部在香港的黃色KOL 全部蓋檔 全部抓了他 我都不定 我都不知道 這裏在這裏和大家猜一下 接下來這兩個月 相信政府在這方面 都不會有什麼大動作 唯一的希望就是 希望李家超上場之後 就可以去清算這班危害國家安全 甚至乎是藉此而謀生的一班人去抓了 就算你多有錢也好 你透過抹黑中國抹黑香港 賺多少錢也好 都不應該說 因為他很有錢 所以他不可以得罪 如果你說 以一個個人的領域來說 當然是最有錢的人 請得起律師那些 就可以說了事 但是擺在一個國家安全的立場 就算你好像黎智英 那麼有錢也好 我是希望警方 早點去清潔 youtube這一片土地 因為我也不想 明明有人看完整仔的影片 youtube你下一條 不推介我的影片也算了 即是你說去推介其他正常人的KOL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起碼大家都在一個良好的圈裡游泳 但突然之間就潑污水過來 甚至乎是因為我的影片 激發了污水的流量 那就無謂了 我也希望兩個月之後 不要再讓黃絲黑暴的KOL 可以離開香港 大J就是一個著名例子 他從香港飛去日本 然後前幾天就拍了一條片 故意在笑中國 故意在自己的花園裡燜雜草 說了普通話 在爺魚國家 冷嘲熱鳳 如果一早不要讓他出境的話 不會有這些影片 我看到之後都不會扯火的生氣 所以希望兩個月之後 所有東西都可以得到改善 還有說一下 今天4月20日 明天就等於大解放日 希望大家可以開心一點 我今晚都會想一下 明天約什麼朋友 大家一起出去吃一頓飯 解一下那些鬱悶的情意結 接下來就和大家說一下 李家超的顧問團和主席團 譚耀宗今天就說 很開心 可以獲得140多位的人士認同 也都希望這班人士 可以發揮他們的諮詢功能 一百四十個人 全部都聲光奕奕 還有確確實實 涵蓋了香港所有領域 基本上除了黃絲黑暴界之外 所有界別都有涵蓋 就算是一些沒那麼賺錢的界別 例如一些體育文娛等 都有相關的重磅級人士在這裡 算是李皇瓜那些 還有大家一直以來都會有些救病的 比較老一輩的政治人物 他們全部都在這裡 其實過往大家是看不到 特首會有什麼主席團 還有顧問團 那些可能因為當時 以前他們會覺得 我一個人厲害了 我自己都做了二十幾年 什麼部門都做過了 政府有什麼我不懂 為什麼我還要找顧問 我作為特首 我去找顧問 就是要不齒下文 這些放下身知的事情 我不做的 但是今屆政府就是完全不同 特別新增了這個團 更加突顯了那種心態 就是說 我不管你是誰 我不管你過往 究竟說了什麼 做過什麼 我不管你 甚至乎你當時 是不是真的 極度愛國愛港也好 只要你有資料 你說的說話 真的可以幫助到特區政府改善 或者說去修補一些漏洞的話 就會去聽你的意見 就會去接納你說的東西 說到這件事情 大家自自然而然會聯想到行會 即行政會議 其實這個團會不會跟行會的角色碰撞了 自己就覺得不會 雖然行會都是說 邀請很多社會言達的人 去分享他們的意見 去表達他們的事情 去協助特區政府 去做一些政策的決定 但是始終行會來說 就是比較正式 就是說政府所有的政策 特別是一些重大的政策 都需要去跟他們交代 很多事情都會有一些程序上的規範 相對來說 是正式是嚴謹 但是也缺乏了彈性 而且始終行政會議來說 人數沒有那麼多 所以都未必涵蓋得社會的全部角落 而且你去做行會成員 當中就會有很多的利益申報 包括你的物業 有些社會言達 他未必是想人知道他所有的事情 還有有些人 他本身就是 可能和政府 即是無論他有沒有心去做一個利益衝突 但他的身份已經是極度尷尬 已經是沒有辦法進行會的話 但是他是一個有料的人 是否代表了就是因為他的身份 他擁有很多的資產 物業公司就令到他沒有得進行會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向社會表達意見 去向政府表達意見 去提出一下怎樣去改善呢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主席團和貢民團 就是去彌補了行政會議當中 未必可以涵蓋的所有部分 還有就是說 不需要刻意去做一些資產審查 一些背景審查的話 可以令到很多事情變得很具彈性 令到每一個界別的人 他們現在都多了一個渠道 可以相對地正式向現界政府提出不同的意見 不像之前青紅 要寫公開信給林鄭月娥一樣 其實青紅做這件事 其實你說是否有點落政府面 甚至乎是不尊重呢 如果當時林鄭月娥已經有這個專家團隊的話 可能透過裡面的顧問團 主席團他們去寫信給政府的話 到時所有事情便會處理得很好看 但亦都是說 會給政府和不同界別的人 多了一個落台階 因為如果你失驚無神 政府去請教一個地產界別的人的意見 一旦消息傳出去的話 就會惹來很多匪夷 但現在設立了制度之後 是方便了大家去溝通 以及少了會被傳媒干預到 因為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140個都是社會的超級精英 他們當中所討論的資料 一定是保密機密的 以及當你有了一個新的制度之後 可以令到大家可以 行穩地有一個溝通的平台的話 是會消除了很多溝通上過往的甲膜 以及現在你提出的意見 是真的會認真被行政長官的班底 去審視大家去溝通 那麼快捷得來 就不再需要透過什麼中間人才可以給到意見 你給完你就不知道 別人是否真的看到你的意見 這些這麼尷尬的情況出現 還有顧問界別 是涵蓋了所有領域 例如大家都會看到汪亞姐 因為汪亞姐 她不是一個藝人那麼簡單 也不是一個金牌主持 金牌司儀那麼簡單 汪亞姐是作為香港粵劇界的推手的一個表表者 老實說如果沒有了汪亞姐的話 可能粵劇在香港色微的速度就會變得更快 粵劇絕對是一個值得去保護的文化遺產 汪亞姐作為一個藝術界的實力派代表 那麼阿姐能夠進入這個顧問團 是代表了政府不再單一去 只是說金融 只是你的有錢人 只是你的地產商 就算是未必太過賺到錢 甚至乎是說政府要額外補貼一些錢 去支援的界別都好 政府依然都是會尊重那個界別 都是會給那個界別的表表者 可以更加容易去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意見 裡面就有成龍大哥 香港電影業的一個超級大哥 如果成龍大哥有心希望香港可以再次成為東方荷里活的話 成龍大哥就可以再跟政府溝通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變得更快 流暢 就不需要拍到電影 又可能左部門等 右部門等 令到更多東西可以變得快捷和迅速 雖然這裡說一個比較小小的笑話 有一個都市傳說就是成龍代言 即是說跟成龍握過手 又或者成龍代言過的廣告公司 十居其九都未必有一個好下場 但這次不同 相信給點信心 希望可以打破成龍魔咒 香港政府就可以一路起飛 還有教育界來說 也有很多大學的校長都入了一個顧問團 他們就可以就著未來香港的教育去提出他們的意見 特別是現在 因為疫情的影響 無論你中學好小學好大學好還是大專好 其實大家都受到很多的影響 就是說學生只是透過網上去學習 是說已經影響了接近三年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整個教育的體制模式已經有所改變呢 會不會令到這三年的學生他們的質素會下降呢 就是這樣說 作為一個小孩 你說會不會自發性去學習的人一定有的 但是相反 對於一些學習成績比較中間 或者又不是天才又未開竅的人來說 你不去迫他們去實體上課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會墮落的 墮落了影響了整體學生質素的話 究竟將來怎樣去拯救一班學生所失去的三年時間 怎樣可以整體拉高學生他們之間的水平 還有怎樣可以令到大專生 特別是他們畢業之後 怎樣可以順暢地去融入大灣區呢 這些就是政府要去跟大學校長 Ivy校長 大家要去談 要去看看相關有沒有什麼可以銜接的地方 所以井仔看到這件事是覺得很好 算是李王瓜也好 但李王瓜的確是掌握著很多資源 例如百貨公司、超市那些 將來在香港第六波、第七波的時候 又是要透過跟他去談 看看物資配送、安排、來貨 怎樣可以穩定香港貨物的供應 避免再次出現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買筋菜都說要三十元一斤的那個慘況 這些就是要溝通 就是要大家可以有個平台躺開心飛去講 就不是說沒有什麼特別事 我都不去找你了 免得麻煩你了 是說我們有個穩定的平台在這裡 你說什麼沒有人知道 亦都沒有人知道你找過我的 大家可以比較私隱地溝通 互相交流意見 相信接下來李家超的政府應該會比較辛苦 因為真的遺留了太多問題沒有去處理 例如這二十五年來政府都沒有好好跟各界溝通這件事 現在由李家超開始 他就以身作質 弄了這個顧問團出來告訴大家 就算只有一個人去參選特首也好 絕對不像坊間所說 他一個人玩完的 現在是李家超叫大家一起幫他 大家一起無分你我他 一起去做好香港 我認為未來這幾年 香港的情況將會迎來一個新的改變 是一個未來的二十五年 大家看不到 跟之前的二十五年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一起跟井仔綁好安全帶 一起去搭上這輛快車 希望可以迎來一個新的改變 令到我們小市民 其實我們要求不多 即是有公番有飽飯吃 生活如意 其實誰想理這麼多政治 對吧 那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